原轉會土地小組歷經一年的林田山林場歷史真相研究調查後 為了在原轉會員大會上精確表達族人訴求 特別在專案報告前在萬榮村莫里沙卡部落召開諮詢座談會 征詢部落族人的意見 徒人朋友們對於我們所處理的一些方向 還有過程如果有任何的修正指導或建議的話 我們會把它整理在我們3月14號的報告裡面 由於戰後土地登記問題 造成名利段土地產生原保地及公有土地兩套地級重疊 而在1996年縣政府卻新聞公布 名利段151號等九筆土地註銷原保地地級 至今族人始終無法認同 我們上次去提案的時候 後來林務局公文下來 他說我們沒有黑箱作業 他們是依法辦理 這個尊重公務員的精神辦理 其實在公務員的計時已經沒有公務員的計時 你看這個完全一張公文就可以改變前面的所有的 園圖圖圖土地 我想這個我們要努力去爭取 好不好 大家要堅持是對的 目前莫里萨卡部落族人表示 支持原轉土地小組所提的方案A 土地屬性為公有保留地 由部落原民會及林務局三方共同成立專案小組 演繹相關規劃 並以部落為主體式經營 創造公共收益 後續待部落會議公絕後的結果 提報原轉會土地小組 我們會把剛才我們部落會議主席的聲明 也會提出到部落會議 要求公絕 決定了以後 我們再報給土地小組 歷經二十幾年的抗爭後 主人高度期盼 在原轉會土地小組的調查 及3月14號的原轉會員大會專案報告後 能夠早日取回林田山林場的土地使用權 原資新聞找老北市花蓮萬榮采訪報導 但是比較問題 問題是